話說前一陣子我買了這個貓草種植 打算種給貓試一下 這裡我會錄一錄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究竟貓草種植是怎樣的 大家看到畫面的就是 有一包黑色的就是貓草種植所需要的泥土 而另一個包裝就是那個種子 裡面的包裝盒就是用來 讓你放泥土去種貓草用的 這盒是剛才貓草的種子 它要求是要泡4-6個小時 等4-6個小時的時候我們會再把它放進泥土裡 這就是它的盒子 因為我沒有收到錢所以不會幫它賣廣告 我不會幫它賣廣告 而這就是泥土 剛才我未必會播出來的聲音可能太差 這個就是一個泥土 就是貓草的泥土 而且味道是非常不好聞 可能因為有些肥料可以進入 這個貓草可以種大概兩次左右 種兩次 大概平均貓草可以吃三次 吃三次 而發芽的時間是一個星期的 好 現在回來了 現在這個種子 這個貓草的種子應該浸了4-6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下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泥土 這一包的泥土 然後倒進去 大概倒九成的種植泥 九成應該差不多了 九成 這裡 應該就是這樣 OK 整個東西黑黑黑的 然後它就說要淋水至完全濕 我猜是不是要倒這個下去 應該OK的吧 倒這個下去 但是倒這個水好像太多了 好 那大致上應該已經是幾十下了 這一盆泥土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那是黑黑黑的一堆黑黑的東西 然後這裡還有少量的水 一會倒了它 好 倒了那些水 只剩下一些少量的種子 還有少量的水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平衡在泥土上 好 現在倒下去 平衡在泥土上 其實這些都好像一些綠豆那樣種化 這個是不是 我們遲些可以試試種綠豆 可以 順便可以記錄綠豆和加這個貓草 可以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我樣子 我樣子就是這樣 上面那些都是豆來的 上面那些都是一些 種子 種子不是豆 好 然後下一步就是 蓋個蓋 原來要蓋個蓋 早早和晚上淋一些水 保持泥土的濕潤 等到它發芽之後 就可以鋪上剩下的泥土 就是這些 淋了這些去 放下去 之後就可以移到有陽光的地方 每天淋水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張照片就是第一天的狀態 你會看到它是有少少的 斜坡 因為我沒有留意到 沒有留意到 斜了一邊 你看到是一邊高一邊低的 然後看看種子的情況 種子就是呈一個尾化芽 這個就是第一天的狀態 而第二天的早上我出去看的時候 都挺驚訝 因為已經開始慢慢地發芽 並且有一些類似棉花 或者一些羽毛的質地 看上去 都應該是屬於幾快的 生長得 這個是第二天的狀態 而第三天 第三天基本上 就已經出了那些草出來 開始慢慢出草出來 都挺快的 都挺快的 那個效果都挺顯著 生長得 而唯一我自己覺得做得不好 就是那個 泥土那個不平衡 兩邊受太斜 都知道 遲些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我都不太清楚 暫時第一條片 就先講到三天的生長紀錄 遲些有機會再講到另外四五六的紀錄 那今集的貓草種植 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很有錢 有錢 Wallach 在這讓現在 都有 可以 消費 再說 支龐 挑 這 你 有點